大家好,习主席现在被军队,被张又霞,被王岐山,被这伙红二代的高层拿你的死死的 我又没说不让你当总书记,我又没说宣布习近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没有把你赶下台,但是我又不让你现身 所以你现在这会儿,你说习主席身体不好,在养病,然后不让你现身说不过去的 身体不好,不代表他全力不在他的手上 在病床上面只要敲敲桌子,马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就拍一个视频,发表照片 习主席在他的病床上敲了一下桌子,发布了最重要的指示,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现在党内,共产党的高层里面绝对有高人 就把习主席拿你的死死的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宣布习主席垮台了呢,把习主席抓起来呢 因为你把习主席抓起来,抓起来共产党的整个乱套了呀 对谁都不腻呀,你说是不是,不管怎么样 习主席他还是说我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道统红色血液 这个话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啊 对红色江山的所有人都有好处,你说是不是 但是习主席又不能让他干活,因为这个人太难了 所以拿你的死死的,即能够让老百姓不要心从幻想 以为习主席不行了,又让老百姓又感觉出了一点希望 然后习主席没权了,大家的日子会好过一点 就这么一个分寸,拿你的死死的 然后呢,为了平移老百姓的怀疑,为了平移各种这个分支他来的谣言 今天好不容易,终于在人民日报啊,发了一个头条的新闻 哎呦,挺搞笑的一个新闻,我觉得还不是不发呢 现在土工中国啊,不过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了 人民日报,你看到没有 25日的,7月25日的头条新闻 第一条新闻啊 然后习近平给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回信 你说这是个什么事啊 首先你习近平是堂堂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给厦门航空公司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 你写个回信,写个意思呢 什么,弘扬优量传统,兼职改革创新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上积极发挥作用 哎,这是几个意思呢 你就叮嘱他看 几个意思呢 你根本就想不通 为什么要给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写个信 你如果说习近平没问题 习近平现在是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定义一尊 习近平怎么的怎么的 你完全可以放个习近平的照片 接见一个国外的领导人啊 这两天不是乌克兰的外长过来的吗 这么大的事你习近平为什么不接见一下呢 是不是 你不扯淡吗 昨天我做了一些节目 这个搞了一个北京宣言 习主席上去跟这帮这个巴勒斯坦的几个人握握手 一切就烟消云散了嘛 我们这些个造谣传爱党 这些个臭不要脸的自媒体人就闭嘴了嘛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是不是 说三道四 我一不舒适革命 而不舒适贫穷 你跟我说三道四干嘛呢 是不是 习近平 我他们一没有阳尾 二没有这个的美独 三没有老中风 我现在在那里谈笑风生 在那里接见外国的朋友 你那么废话干嘛呢 是不是 结果没有这些个消息 搞了一个特别的弄不上台面的 厦门航空公司写了一封回信 这里面有内容的 你要学会分析 他们说三个内容 北京这边的高手分析的头头是道 我完全赞同 真的 这不是我的观点 他们告诉我的 说第一呢 你要盯住这个话看 叫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上 积极发挥作用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习主席之前一直想解放台湾 一直想统一祖国 一直想打的 摆出各种证实 完了以后呢 这会儿说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就意味着党中央国务院 中共的幕后的最高层 张耀霞 王岐山 或者是什么什么人 已经摁住习近平的 不准打台湾 一打我们共产党死悄悄了 打台湾干嘛 没有必要 是不是 这两天这方面的消息很多的呀 我这个慧眼诗珠 发现了一个叫马俊的 国防大学的一个战略学的教授 他就讲你惹美国干嘛 是不是 你应该要妥协 妥协这个词 在习近平的词里面 根本就摸有好不好 挺有意思的 这些消息出来都是说明什么的 习主席被摁死了 之前中共的所有的军队的打打杀杀 整来整去都是围绕这个 有人要打台湾 习主席要打台湾 有人就不愿意打 就围绕这么一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新闻 虽然没有习主席的照片 虽然没有习主席的光辉形象 但是释放出这样一个消息 习主席已经在台海的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 你只能是强调交流合作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你有没有想到 已经有日子了 已经有十来天了 甚至半个月了 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中共的那些什么的装修舰 航空母舰 中共的那些个土炮飞机 在台湾的周边飞呀飞呀飞呀 是不是 一会排成个A字 一会排成个B字 一会排成个包子 在那里飞来飞去吓唬台湾 伟大的台湾国人民群众 是不是 好久没有这样的报道了 连台湾都没有这样的报道了 台湾国防部 其实是每一天都公布 今天有多少个军机有绕台飞行 已经有日子没有了 为什么呀 细胞子被摁住了呀 军方不愿意搞这些事情 所以你要听话要听音 是吧 看任来要看门道 三个消息 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头条 习主席罕见的出现的是一个所谓的公开信 八个字打不着 你堂堂的一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你给一个公司的员工写信 你扯他妈蛋 是不是 多少大事你不搞 你搞这么一个事情 这是被习主席被控制以后 释放出来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 我们不打了 我们以后不搞这些个妖卧子了 我们好好的两岸交流合作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第二个释放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军方有意揭露这个习家的腐败 几个意思呢 因为厦门是习主席的发家的地方嘛 习主席的第一站是在河北的一个地方 什么当乡委书记 然后呢 本来要提上去的 结果河南的河北的省委书记就不喜欢习包子这个宠货 是不是 完了就不提拔他 习主席拿他没辙 然后就求 求这个当时的中组部的叫什么来着呢 就求他 然后就把习近平就掉 一掉掉到老远了 就掉到福建去了 然后在厦门当了一个小小的副市长 就这么来的 所以厦门是习主席的发家之地啊 所以说有人说厦门航空公司 其实就是习近平家里的家族企业的版图之一啊 发这个消息 为什么选择厦门航空公司吗 你完全可以给这个什么 中国国航 南方航空或者是这个航空那个航空的 超级的大型超大型国有企业 你厦门航空有几家破飞机吗 这是习近平的家族企业 习近平家族企业 他也想把中国的航空公司搞起来 但是这个超大型的国有企业 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太大了 暂时吃不下 他先吃几个小公司 说是为了揭露习家的腐败 第三个有意思的说法是什么呢 说习近平有可能啊 下台之后 比如说明年 比如说今年下半年 春节前后如果下台了 会把这个习近平的 中共中央中共的军方啊 会让习近平全家啊 去南方养老 是吧 说习仲勋当年呢 他们他爹 习仲勋当年就被邓小平一脚踢 踢出北京 跑到深圳去养老去了 是不是 为什么去深圳养老呢 那很简单呢 因为习仲勋在广东当了很多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啊 这还不简单嘛 那个地方都是他的下属啊 都是他的熟人啊 虽然在广东深圳养老 但是还是有更多的过去的老部下 老同事老部下过来给他 虚寒问暖的 是不是 人年纪大了 不能太寂寞嘛 算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安排 那你说习主席 下台之后去哪里呢 要么就去浙江 是吧 要么就去厦门 人哪 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原初的故乡 是不是 所以习主席 他们说习主席最喜欢的就有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呢 就有梁家河 因为他当年呢十几岁的小杂毛 他在你当之前 有一些个青春期的回忆 第二个就是厦门 厦门是他搞从政的第一个成功之地 是不是 河北他不去他不喜欢的 河北的那个什么镇定县呢 他不喜欢 北京他也不喜欢 他平时很少在北京混 春节的时候回去 回来 春节有时候过来去喝喝酒 找几个酒友 所以有道理的啊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人民日报 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头条新闻 习近平虽然是身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但是罕见的 却给一个小小的厦门航空公司 写了一封回信 所以北京的知情人 就从中分析了三个大看点 第一 习近平想统一走国 想打台湾的这个战略 基本上被废了 第二呢 习近平的家族腐败 可能这个厦门航空公司 这是他们家的 第三呢 就是习近平有朝一日 如果下台了 会像他的爹一样 被赶到下面去养脑 谢谢